《深影》 作者 星朔 朗诵 月亮河 是破晓的晨曦在向你召唤 还是黄昏的晚霞让你望我流连 是久别故乡的天涯游子 卸下了沉重的行囊 寻找小溪的港湾 还是在月光下 听到了母亲轻声的呼唤 长长的身影 遥望着大山的背后 大山那头 飘出故乡的屡屡吹烟 是竹林里脉动的青春舞步 还是松涛下吟诵着荡气回肠的诗篇 是一对不忍别离的情侣 还是游人邂逅中留下的彼此纪念 凝固了的身影 探寻着幽深的小路 小路的尽头 是柳绿花开的春天 小路的小路的虚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